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有可能被调包吗 会不会内神通外鬼呢 同时今天还带你来关心的是 治安持续恶化 在今天发生了鲁童事件 让很多家里有小孩的父母惶惶不安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破解鲁童集团的手法 同时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在台湾热销的车款 HONDA就是本田CRV 在中国大陆已经发出了召回令 台湾虽然还没有召回 但很多人担心 同一颗引擎的CRV 有没有可能真的有问题呢 好 我们刚刚来介绍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资深媒体员许胜梅 大家好 资深社会记者陆友志 阿光好 大家好 曾经专家 赖先生 献哥 阿光好 大家好 要请到最新业者 炮哥 权姐好 大家好 军事专家 游生薰 权姐好 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 赶快带您来关心的是 官务署又出包了吗 拆开乳胶枕 里头暗藏玄机 果然发现一大袋白色粉末 原来是一级毒品海洛因 今年年初 官务署人员把官立功 及时拦截泰国回来的约14公斤海洛因入境 但没想到 如今却传出官务署出包了 让来自中国的海运货柜 装有中国邮政600件邮带 整个货柜被调包 500件邮带不翼而飞 资深器毒警官大胆研判 没带加仓2公斤毒品 恐怕就有超过一顿毒品流入国内 据传官务署知道纸包不住火 也向行政院长赖清德报告 不过消息正式曝光 官务署出面面火 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两分钟 就被负运回来获占 进出获占 这个有重量过磅的这个部分的记录是 它的重量完全一样 都是1976公斤 官务署澄清 油带件数并没有短少 但坦诚货柜的确被擅自移动 承听时间不是暴载的4个小时 而是1个小时又2分钟 从这1个小时 如何被谁给把它给拖走了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又把它拖回来 那中间交涉的过程又是如何 那总会有个监视录影带吧 1个小时可以办很多事 但货柜没有被看管严格是事实 针对当事的远雄货站 不法移动 注意停止作业两个月 但用货柜走私是常见的手法 曾经就被查获 或是为进口衣物夹藏毒品 这次案件不能撕料 已经报请检察官进入调查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 继续回到这部现场 在今天火箱话题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官务署又出包了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台湾是怎样 租赛这么厉害都拎不 因为这有可能是内神通外鬼了 这个就是我们常在说的 为什么台湾这个转运的技术这么厉害 真的是一个世界第一次 你这样是在给我们讽刺喔 这个海关啊 又出包 这个鸟事连连啊 其实在我们在看是司空见惯 所以我们节目常在讨论这些话题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 对不对什么 保证通关啊 保证通关 保证通关 就是说我们这个钓包呢 比如说我们小 这次是东西进来之后 照理说它那个流程是 我们这个流程是这样 海运接空运 那海接空 海接空就是中国的邮件进来之后 接着要用 那是海运接来嘛 接着要用空运到美国去 对 那台湾呢 它进来到出去这段时间照理说 它是不是应该是在仓处里 理论上是啊 好 但是这东西竟然被移动了 出去了 然后又回来 对 出去了又回来 到底是一个小时两分钟 还是四个小时 我不知道 因为一开始 大家说是四小时 后来政府说 只有一个小时两分钟 那一小时两分钟 东西出去又回来 这一小时两分钟 可以做什么事呢 其实娟姐我跟你报告 一小时两分钟或四小时 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吗 其实如果在钓包 是五分钟的事情而已 这个因为 他说重量都没办 对 比如我今天出去是 他说不要记住 19多少的公斤嘛 19多少公斤 对 回来也是19多少公斤 那东西干嘛出去旅行 那我现在想不通 是 想要怎么要搭费桌 而且它是整个货柜拉出去 是啊 是啊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对 整个火整蛤出去了 是去生鸡吗 那生一小时两分钟 再给它挖回来 重量都没办 就表示 里面的东西都没办嘛 我们的官员要查清楚吗 其实这个 大家不了解的是 这个他们 官员在讲都是一个烟雾单 其实我们这个货 没有像他们说的说 哦 可能一个包里面有两公斤 是毒品都大大公斤 其实不是 这一件货进来 这么多的货进来 其实里面最多最多也是五十一百公斤而已 五十一百 五十或一百公斤是什么概念 就是里面的一件货而已啦 就一件而已啊 我就钓包一件就好了啦 哦 它没可能 每天都炒这个毒品 穿鸡没可能 对 那太麻烦了 对吗 它这一批来 今天来里面 了不去就一件货而已 一件货没得 一件货就五十一百公斤 一件就好 它一件就差不多翻过了 那所以说 它这个东西出去 这是我们常见的 这个 海到空 或是仓储到仓储之间的空档 你说我们 像刚刚里面有委员在讲说 这有摄影机 弄出来弄个清楚 或是有 什么地方有这个人看到 有顾惑的人 但是我跟你说 它如果不是在仓储里吊包 你摄影机也没用啊 对啊 这肯定不是在仓储里面吊包啊 你东西已经拖出去啊 对 你如果要玩 就是在外面玩啊 当然是这样啊 那以前我们常听到 就是说它怎么吊包 比如说你小货 比如说我们 我们讲的 常讲的 我们防茂的LV 小货 有十公斤 二十公斤 我里面吊包就可以了 一定穿一个 重量一模一样的东西 当然啊 比如说我 里头有问题的东西 不管是枪还是毒 对 假设五十公斤 我在换的东西 一定是五十公斤嘛 所以重量不变 代表什么呢 而且我告诉你 甚至是说 不是换五十公斤 箱子都可以找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 这样本来就先准备好了嘛 因为我现在会进来嘛 我就有摄影机 比如说海关 有输送带 一件一件进来 我就一样的箱子 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箱子 再换过去 就一模一样 甚至内容物 我都帮你换一模一样 比如说里面 我装马桶 我就换一纸马桶进来 我里面装 比如说一个机器 我就换一纸机器进来 但是机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机器里面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而且所以说 正常机器里面是零件 但是假的机器里面 可能藏毒 藏枪 所以我换 我换是五分钟的事情而已 我哪有个人家说 你一点点还是四点点 那都不重要 所以这都是烟幕弹 是这样的 所以像我们很多情况 都是有行情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是进枪支 它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进一个枪管 就是两万块 比如说K他命进来 两万块是给谁 两万块就是 比如说货运航 或者他们去处理 这都行情的就对了 有行情 就是保证通关就是这样处理 保证通关有行情 对对 都是用吊包的方式 一般都是用吊包的 都是用吊包的 一般都是会从仓储 把它拉出去之后 神秘消失一段时间再拉回来 对对对 所以他们在讲说 这个都是有摄影机 或是公斤数一样 他当然只能这么讲 因为 加工也会扶到并公斤数一样 对对对 因为你什么气毒犬 什么你不可能 每一件去闻 或是每一件去看 X光每一件去看 因为这怎么呢 他最多最多也只能 去扫不到三成的货物 这不到三成的货物 就已经很多了 他不可能全部去扫 所以他讲了 这个货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处理方式 就是很吊诡 现在走私的手法是不是 对像我们今天 一新月异 对像我们今天在讲 我跟各位报告一个 现在最新的一个手法 而且是非常安全 成本又低的一个手法 我们今天有讲到邮包 这个是邮包 邮包跟我们的邮政是最息息相关的 因为邮包大部分都是邮政在接嘛 那大家譬如说我们 我们买去亚西亚嘛 生命节啊 有时候就说亚西亚 亚西亚就射气球啦 钳筑子啦 我钳筑子二十块五十块 钳了 再送我一只娃娃 娃娃这个娃娃看的 那超过五十块呢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这东西哪里来的 这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可以去邮政的仓储 买一种叫做垃圾货 什么叫本社会 本社会就是 青青青青青在买的啦 本社会 本社会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 大陆寄货进来 比如说我寄玩具 那玩具不符合规格 那我今天寄宅配 宅配进来 我不想要了 这些东西很多 因为我们的贸易现在很热络嘛 那我们很热络以后呢 那我们这东西 我就退回去 我不要我退回去 不可能寄回大陆去 因为运费太贵嘛 我又驚一遍 人就不需要付钱 你又驚回去 我们就可以双的这个倉储 那双的这个倉储也就怎么办 这就用 所以是收货人不要的货 不要的货 我们就用青青青青去买 所以我们看这张照片 这张 青青青青青 这一个战胖啊 多少钱你知道吗 多少 1萬5塊錢 2萬塊而已 所以很多 你剛剛講到夜市那些業者 他們就去買這些 有個垃圾 油錢 垃圾 貨 所以現在手法怎麼做呢 很簡單嘛 他們就 進來我們比如說 這個舊中路二段 1號是空地 我就寄到舊中路 1號這個空地 比如說賴憲政收 寄給憲哥 沒有憲哥這個人 可是空地就不會有人啊 不會有人嘛 我就有人在旁邊看 到底有警察來嗎 到底有海關來 有要抓嗎 欸 沒事 他退回去 退回到這個垃圾貨中心 他沒有人領嘛 那就是查無此人喔 查無此人嘛 我退到垃圾貨中心 垃圾貨中心會再看 可能會再看一次 但基本上已經不看了 沒事就不看 裡面 我們的人在裡面 他就說這沒事 好 這個 假設這個是1號戰板 這個1號戰板裡面有 查無此人的貨 對 裡面有50公斤的蟹爪麟 這樣 這個不用標喔 大家以為我們應該去標 我如果標去 你就沒有 不是 這可以 所以 我高興賣給誰賣給誰 所以 郵政單位 只要裡面有人 對 他就可以把這一批 炒死人的垃圾貨 對 賣給他指定的人 對 比如說 娟姐你要買 這樣 1號戰板的 這個棒 這塊就沒你 別人來買都沒你 我就沒你 你會幾個大早 我還有報單給你 報單給你 這代表什麼 國家認證的 你是戰役的第三人 我現在如果真的被抓到 沒有 我不知道 這個油錢買我的 你看 我有報道 這裡面有什麼 我叫是娃娃 怎麼知道娃娃 怎麼裡面有這個 我也不知道 不要讓他們抓到也沒問題 對 而且你看這個 斷點斷得多好 所以這是非常的誇張 現在都用這種手法 在處理大陸進來的 這個毒品的問題 台灣已經變成是走私天堂 那都是人太康太棒 台灣人最聰明了 這種東西 現在要講 不是 台灣人聰明嗎 台灣人聰明又要加上官員特別笨 應該也是官員特別聰明 官員假裝很笨 假裝都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會知道 就是我跟你講 很多都是異常 就這些東西進來一定有 你要正常進來 就有正常的管道嘛 一定會太空 太空 彎來彎去 跟阿炮講的 又彎 又跌 又等 又什麼 那都是異常 只要這些海關人員 願意從異常去查 一定會查到東西 其實有時候大家異常 沒問題 像剛才講沒問題 有可能是內神通外鬼 被買通 那當然有可能 但是異常 我現在講幾個故事 你看你會 如果你是平凡人 你會不會覺得怪怪喔 就看怪怪 你要不要再去查 有一次那時候是有一個 那個石油除氣草 就是那裡看到 卡車這載的那個除氣草 有沒有 除氣車 油罐車有沒有 那個裡頭一進來 它本來是金門要來台灣 像這種除氣草 有沒有 那個就是它叫破貨的 除氣草裡面裝什麼 總是香菸 哇 這麼多啊 對 這整個青斑的香菸 它都從這種除氣草 這款的就是油罐車子 就是我從 阿拉沙烏地阿拉伯 進油進來 然後放在我們的海關 然後載出去有沒有 油罐車都載走了 很簡單嘛 結果那時候呢 它金門要來台灣 它特別到澎湖去停了好幾天 怪怪 金門在台灣 你就直接進來嘛 沒那麼遠嘛 對 那你中央再玩去 那藉口說什麼 准人工要修理 有的沒有的 玩去那裡 再玩過來 我跟你講我們海關的人 就是厲害 他覺得異常 他就覺得這四個怪怪 所以如果有信要查是查得到 真的 我說我講你願不願意而已嘛 他們覺得你看這個四個怪怪 它只有怪怪而已喔 他們就去調那個上游的那些進出 報關一定要有流程嘛 他說這個報關行 國外那個報關行 一天天就出事 我沒辦法打開看看 你看那個油氣槽又很難弄 因為它抓住人的一個心理 後來呢 這個海關 我們這些移民署 海巡署這些人 找什麼來你知道嗎 鑽洞的那種塞夫有沒有 來你幫我打開 那塞夫第一句話 我怎麼賣的呢 我說為什麼 欸 除氣槽耶 你如果散手拿來 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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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破空ig怎樣 我說也是 所以聰不聰明 所以那時候呢 但是我们這些移民署海巡署官員 你說你教回去就對了 確實沒問題 果然他花了好幾個小時 水火 把那個洞打開 裡面全部都是 已經過裡面都是噓焉 異常嘛 你這樣有大膽小心 大膽誌小心 狀心 你一定都可以做一些 破惑一些東西 還有什麼 之前用過�ю士車 來運什麼 運槍毒 冰室車運槍毒 你剛剛不是看到我們普類的畫面 這超笨耶 它還要用進口冰室車的名義 來藏槍毒 毒最怕什麼 氣毒泉 那平衡有夠力的啦 你可以避過很多的東西 但是你絕對避不過氣毒泉 所以他們用什麼來避 冰室車 它藏在你看 這個地方是哪裡 油箱 狗它聞到的是汽油味 因為那汽油味太濃烈了 很有可能 把毒品的味道給蓋住了 我們龐德還沒來 不然你以前問他 汽油味真的很重 那個沒有辦法去聞 所以那時候他就是靠這個 他們把所有的那個冰室車 而且冰室車爆關 因為他通常都是那種 自己已經很久很久 配合很久的公司嘛 這種東西不會特別再去驗 結果他就從這邊進來 可是他們覺得怪怪的 所以就從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把裡面一打開 果然裡面槍跟毒 大麻好幾公斤 八百多克的海洛因 直直的長短槍 全部都沒有 藏在這裡頭 我跟你講怪怪的 就是去查就對了 他們我們海關 很多自己 剛剛會 剛剛瓜哥講的 一個是另外一個手法 還有一種叫 狸貓煥太子 他有一個 那時候還有一個故事 那時候一週刊有寫 他說有一個海關 從鋼果進來 它本來要 鋼果要運的 很多是走失什麼 什麼動物 鋼果最有名 最貴的就是那個灰鸚鵡 鸚鵡很貴 很貴 非常貴 有時候你到 像這個就是那個 那種灰鸚鵡 這隻 幾十年也有可能買到喔 你要去那種 鳥圓鳥街 這都是很貴的東西 是 因為這個是保育類 根本不能進口 那你要進來台灣怎麼辦呢 他叫狸貓煥太子 動物怎麼狸貓煥太子 他進來的時候 他跟那個 他從鋼果進來 一定鋼果那邊一定也出事了 那邊海關一定也出事了 他進口是進口什麼 我說進口 從鋼果進口 魚 魚啊 魚啊可以吧 魚可以進來吧 結果他報官 而且小鳥會叫啊 魚不會叫 這種鳥都會藏在一個比較封的那個 封起來那個箱子裡頭 會有隔音設備啊 什麼 因為動物嘛 你一定會 你就像你講會有聲音 所以一定要用那種箱子裝起來 那個上面標示的就是魚 那沒問題了嘛 就進來嘛 那進來呢 還要經過那個X光 有的沒有的 那怎麼辦 他們就拜託報官行人員 到裡頭 因為它裡面報的是魚嘛 那其實裡面裝的是鸚鵡嘛 把鸚鵡拎出來 釣包 釣包 然後再把魚放進去 今天這個案子也是被懷疑 是不是 釣包 是不是 所以這個報官人員就是厲害喔 他就把那個 把那個魚塞進去 那個箱子裡頭 然後把鸚鵡帶出來 就到台灣了嘛 但是這個案子不要抗了 不要抗啊 怎麼不要抗我們知道嗎 他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箱子裡頭 到最後還是要過關嘛 結果那個 他一經過那個X光 散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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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應該是魚沒錯嘛 裡面真的有魚在那邊跑嘛 但是奇怪 魚上面竟然有幾根羽毛 魚不會飛吧 魚竟然照理說不會有羽毛 他們掃到那個羽毛 他說不對啊 進口竟然是魚怎麼會有羽毛 怪怪的 對不對 我今天講怪怪的 羽毛漏了線 我跟你講從頭去釣那個監視器 才拍到那個報官人員 拎著魚去把鸚鵡拉出來 然後把魚放進去 而且喔 裡面還 我跟你講這還有的辦耶 因為他們一週間還發現說 他們那個進去 報官人員要證件嘛 那個證件喔 是有那種證件是比較輕的 就是說 阿冠你要看 我帶你來看 看你的貨可以看費嘛 大概會簽到三級證件 但是如果你要到可以去摸到貨喔 那要四級 那可能要扣中醫生 所以照理說 應該是有重重把關的 所以如果海關的上面從科長科員 每個人要包庇一個海關跟報官人員 其實是可以上下通的 所以今天呢 我們海關如果大家覺得怪怪的 一定查得到東西 但會不會我們的海關 也怪怪的 好緊接著 國際大世界 帶你來關心的是 全經會在6月12號就要舉行了 這應該是全世界高度關注的大事 而這一次選在新加坡 新加坡其實辦過很多次的元首會面 以及國際會議 所以他們的維安 哇已經非常有經驗了 他們說這一次 他們要再次動用他們的彎道部隊 吵吵嚷嚷一個月 全經會要辦不辦 讓外界物理看花 現在終於確定詳細地點 就是新加坡聖桃沙的佳佩樂酒店 川普自信滿滿 但是這間英國殖民時期 就存在138年歷史的佳佩樂酒店 到底在哪裡 從地圖上看 佳佩樂酒店位處新加坡南端 聖桃沙小島上 和本島只有一座700公尺橋樑連接 只要控制橋樑 就能管控人員進出 加上酒店8自行格局 在維安上更為有力 新加坡官方為求慎眾 不但在市中心 劃出一塊特別活動區 聖桃沙島同樣被劃進特別活動區內 範圍還延伸到西南部海域一公里 時間從2月10號到14號 所有的人都不得隨意地經過此地 而對於必須進出這個地方的人和車輛 可能會受到警察的檢查 那麼同時呢 在此期間這個範圍內 禁止使用旗幟 標語信號等等物品 至於文在寅也要跟去川經會 據傳是南韓希望先解決兩韓中戰 再談朝美互不侵犯 而遇回歸賓可能還會再增加 美國媒體報道 金正恩好麻吉 前NBA球星小蟲羅德曼 可能也會抵達新加坡 而為了紀念這歷史性的一刻 新加坡官方不但宣布 將推出三款紀念徽章 連民間酒吧也推出兩款調酒 就取名川普和金正恩 這項歷史性聚會 能獲得什麼樣的成果 全球都在看 在這新聞訊號報道 哇 彎刀部隊啊 聽起來就很厲害 對 彎刀部隊是庫爾克傭兵 對 他們其實最早是英國帝 大英帝國的庫爾克殖民地 它是一個阿富汗跟印度山上 一個很高原的山上的小部落 好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這就是庫爾克傭兵 對 庫爾克傭兵 他們是以骁勇善戰文明 對 基本上這個小國家 過去的三百年來 就是以輸出的兵力 就是用人去當傭兵 這樣子活下來的 因為那個地方 就是荒山遍野 他們其實這個地方 種不了什麼地方 活不了什麼人 他們就是去當傭兵 然後把薪水匯回去 然後讓這個地方養活家裡 老小父母親兒 所以他很會打仗 對 而且基本上 因為這幾百年來 一直都這樣 所以就是有那種英雄傳承 大家都知道原住民 都有那種英雄期待 英雄崇拜 所以那個地方 阿公 阿祖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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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打仗出來的 回去之後就是靠這邊打 而且他們薪水非常的高 他們在海外賺的錢非常高 對 他們薪水在海外賺的錢非常高 因為他們應該在他們本國國內賺不到錢 應該很窮 就是一般農民 他可能一個月可能賺不到100塊美金 可是你如果當庫爾克 你只要一進去 你被選進去之後 月薪台幣6萬塊 你只是進去而已 你如果被派到戰鬥部隊的話 譬如說你派到阿富汗 派到什麼地方 去做戰鬥部隊的話 Double 去夠為10里班改票 10里班還是駕回去很好用 對 而且你服役35年退伍之後 你還有退休縫 好 為什麼叫彎刀部隊 庫爾克傭兵為什麼被稱為 全世界最效仰善戰的魔鬼部隊 他們都用彎刀 就是這一把刀 又叫酷酷利 那我們習慣把它叫做狗腿刀 因為它跟一般的刀都不一樣 它有這麼一個大角度 所以它叫做彎刀的原因是 它有這個彎度 對 它是彎的 一般的刀都是這樣直的 對 它是彎 那他們無論如何一定會配刀嗎 他們一定會帶這把刀 不管他們身上有多厲害的槍 還是會配刀 對 一定會 這是他們的傳統 這是他們的傳統 然後這也是他們最後的武裝 君姐你拿一下 你小心拿一下 據說他們是彎刀出鞘 必見邪 這把刀是平常幾乎不會出鞘 就戴身上就戴一個配重 戴一個護身符 你哪請假帕大家 表示彈盡圓絕 為什麼呢 這把刀其實 大家看有很多設計的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請娟姐 轉一個方向 轉到垂直的方向 唉唷 這樣很怪怪的 對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刀背非常的厚 你看 我們現在拿這一把是K棒 好 我們來比較一下 差不多是大刀 真的很厚耶 對 然後你娟姐 你再拿這一把 你有沒有發現很輕 大概只有一半不到的重量 所以觀眾朋友一比較就知道 他跟一般的刀 厚薄差很大 對 重量差很多 對 形狀也完全不同 好 那我現在問一件事情 假設我們兩邊都乾淨圓絕了 你握好耶 你握好耶 我們現在打到剩下刀了而已 我拿出我的刀 你拿出你的刀 你有發現大小的刀差很多嗎 有 氣勢先握 你握起來 不握起來我就先跑了 好 這樣子比 可能不知道 大家比較不知道 我們換一個比較大家知道的 這一支是我們中華民國陸軍制式的 六五四步槍刺刀 刺刀 好 大家比一下大小的刀 大小的刀真的差很多耶 我們如果真正在砍的時候呢 一般的刀被砍斷都是有可能的 但它真的就是很比較鋒利嗎 它這支不只比較鋒利 它的構型 你看 像我們一般刀 我們所謂的刃長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這個刃長呢 是這樣子回過去的 這個表示什麼 我一樣的長度 我有多三分之一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角度好像鐮刀 我們上山掃墓幹什麼當鐮刀 我告訴你 這把刀可怕的地方是真正在這裡 我們現在桌上擺了很多 各個國家在用的 什麼戰鬥刀啦 刺刀啦 好 我們 對 這個是海軍陸戰隊 這是我們國軍的刺刀 這是我們國軍的刺刀 對 那這一把是海軍陸戰隊的戰鬥刀 對 那這一把呢 是AK的刺刀 AK47的刺刀 AK47的刺刀 對 然後這個是美軍的M9刺刀 這把是美軍的M9刺刀 對 英軍的L85刺刀 英軍的L85刺刀 對 然後你會發現 這幾把刀呢 都有一件事情現在辦不到 嗯 古代在冷兵器時代的時候 怎麼樣算戰功 砍人頭 對 我有幾個人頭去算 我告訴你 狗腿刀是目前全世界所有 制式配刀裡面 唯一能夠砍人頭的刀 你剩的刀 砍不下來啦 你沒有 你不要台地鬼 你沒有去了解那個人體骨骼勾照 好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對 來 這是 這是 狗腿刀在測試 一隻豬 哇 整整的一隻豬 一個手臂出的竹子 你看 就這樣子砍下去 唉唷 這個是骨頭 扶克牌 你這樣砍下去 嘴頭 草息 一般這個都是五次刀在砍 唉唷 可是現代人沒有人在拿五次刀 嗯 狗腿刀是現在帶上部隊 真正來帶 你看一整隻豬喔 腰斬 我告訴你 這把刀不用太多訓練 它的這個弧度 你這樣子割過去 手就下來 你這樣回過來 手下來 你抓好 你抓好 手下來 你脖子這樣子摸燥 那脖子大概就是掉一半 好 那你現場還帶了 那這一把刀是 這個是克拉克戰鬥刀 因為呢 現在有很多槍沒有刺刀做 所以很多就是另外給它去帶 所以你會發現說這個槍 這個都沒有刺刀做 刺刀的話 這邊都有個刺刀做 要卡在槍上 這個就是沒有刺刀做的 那這一把是 那這一把其實是空軍的求生刀 求生用的 求生背心的都會裝上這一把 配上這個地方去帶 那它其實跟K-Bar刀很像 它只是體積比較小 這兩把刀是皮握柄 皮握柄 對 這個是皮的 這個是有上色的 這個是沒有上色的 所以這兩把刀很像 就是要割少 但其實這把刀還蠻好玩的 這把呢 K-Bar戰鬥刀還蠻有故事的 有故事在它的名字 所以它是有故事的刀 對 好 但是你現場還帶了很多的 這個是刀餅嗎 這個是它的刀鞘 這個刀鞘很特別 它刀鞘呢 一般是牛皮或者是牛骨 或者是木頭包牛皮 然後外面 裡面還會附兩把小刀 所以它是刀鞘 對 它的刀鞘有兩把小刀 這個是李循環的嗎 小李飛刀 這個不能飛 這個太輕了 這個這麼小的刀的作用是 這兩把呢 其實一把不是刀 來 再請娟姐轉一下 這把其實有刀刃 這把就是小刀 割割肉 青青指甲 做一些小刀可以用的 那這把呢 這個就是刀 這個是打火石 負責打火 打打火石那個東西 這也是打火的喔 對 然後它還有一個用途 它就是磨刀棒 然後有時候去 蔡市長不是看人家 刷刷刷那個磨刀棒 對 它也是代替磨刀棒去用 所以它應該是求勝的時候要使用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其實狗腿刀有個很可怕的設計 在這裡 好 我們來看 這裡有兩個缺口 這兩個缺口 這兩個缺口有很多說法 一個說法呢 是說這是他們崇拜的女神 這代表一個女神的mark 所以有的呢 有一缺 有兩缺 也有洞在這裡 但事實上這個東西 有一個很可怕的物理用途 因為狗腿刀在砍人 砍來砍去的時候 刀會積血 你積血如果這樣拿 狗腿刀都會這樣拿 會流下來 滑手 因為這是牛角餅 這是牛角餅的滑手 所以它這個設計 雪到這邊的時候就會凝結 會從這裡直接滴掉 就不會流到手 哇 這麼油啊 對 所以它的設計就是這樣子 那它的鞘 刀鞘是哪一個 它的刀鞘是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 對 所以他們說彎刀出鞘 避見血 這樣一般新加坡部隊在帶這把刀的時候 他們都是直接掛在正後方 所以是用這樣 對 就是這樣子 這把刀就直接這樣掛在正後方 所以抽的時候 一抽出來就很可怕 因為他們身上還是有一些 步槍 彈夾 無線電 掛在正後方 一旦用到這把刀就很可怕 因為這邊有個案例 就是在阿富汗的時候 有一個庫爾克傭兵 一個人而已 他在班上 然後發現有IS的人去買服過來 要去買那個組織炸彈 然後他一個人 他無線電線通報回去 然後他就開始打 他打到什麼程度 他把機關槍配的250發的子彈 打到完 這就是像他對戰塔利班的這個畫面 對 對 這是那個模擬畫面 然後他身上的步槍 六個彈夾打到完 身上六顆手榴彈打完 六顆燃燒彈打完 打到沒有程度之後 把一顆那種人員殺傷彈 一般來講是埋在那邊的 他也用丟的 全部都打完之後 他用狗腿刀去砍 然後砍完之後呢 戰果是怎麼樣 他一個人在那邊 跟一堆人打 四十分鐘 他一個人 幹掉了三十個塔利班 一打三十啊 對 而且我告訴你 可怕的在後面 一打三十之後 他拔出他的狗腿刀 他砍下了好幾個人頭 回去請功 然後從此之後在塔利 難怪英軍說 他們跟他對戰的時候 被他打敗之後 對他們真的是嘶嘶唇 然後塔利班之後就嚇死了 他說 有一個部隊 他不但打敗我們 還把我們頭砍掉 因為以前大家看 都是塔利班在砍別人的頭 對不對 現在是塔利班 這個說得慢 克爾克在那邊 他會砍我們的頭 而這一次全軍會的維安部隊 就是 克爾克 對 因為克爾克 因為他們的選拔跟他們的訓練 訓練 還有他們本身的那個 很嚴苛 對 然後最主要是 庫爾克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以忠誠跟勇猛相戰 我們這樣講 他們怎麼訓練啊 他們訓練其實跟一般的訓練 都很接近 所以觀眾朋友 我插個話 在新加坡呢 這些庫爾克傭兵 不是軍人喔 他們是警察 他們專門在負責一些重要場合 以及國際元首的維安 應該這樣講 新加坡其實他們警察 會依照新加坡四大民族來分 因為他們有些民族 不接受別的民族的調配 所以他們四個民族都有警察 那庫爾克其實 不屬於新加坡四大民族之類 所以庫爾克傭兵呢 在新加坡來講 是負責最危險 而且最不被質疑的 因為新加坡 最關鍵的任務 對 就是最勇 最最危險的 衝第一線的 就知道他去 好 庫爾克傭兵在新加坡 差不多是什麼意思 機械戰警 他們就是有血有肉的機械戰警 永遠遵循命令 然後勇猛善戰 又絕對遵從指令 有什麼危險就絕對回去 好 他們怎麼訓練 他們的訓練其實從最開始的選拔 例如說兩分鐘真的要做完 70個伏地提升 你是在選的時候 就要有這種能力啊 對 選的時候就要兩分鐘 40個 70個仰臥起坐 等於兩秒鐘要坐一個 然後呢 2分14秒要跑到3000公尺 剩下還有50公斤的負重 然後這個東西 他們選到什麼程度 3000個人去選 只有789個人能夠入選 然後呢 等到入選完結束呢 只有230個人能夠進步 只有18分 18分之一不到 將近20分之一 真是萬中選一啊 對 而這樣萬中選一的保衛隊呢 曾經在馬錫會的時候 擔任維安工作 要在這一次川金會 也要擔任維安工作 所以維安可以說是做到滴水不漏啊 不過這一次川金會 大家在開新加坡 新加坡經常舉辦這種元首會面啊 或者國際會議 其實那個商機打得不得了啊 當然啊 這一次我們看到白宮的副發援人 他就出來公布就是說 為什麼會選在新加坡 他說是參考當初馬錫會的一個例子 因為新加坡他的安全沒有問題 第二個他保持中立 那新加坡又非常的慷慨 所以我們就選在新加坡 新加坡真的那麼慷慨嗎 我們來看這一次 那北韓的金小胖 這是馬錫會的時候 2015年11月7號 馬錫會在香格里拉那個大飯店舉行 那這一次呢 這一次不是香格里拉嗎 對對對 那這一次不是在香格里拉 這次選的是另外一家飯店 對對對 但是香格里拉很有可能是 川普要入住的飯店 沒有錯 那這一次呢 川普入住這個香格里拉呢 一個晚上是總統套王 新台幣是30萬 另外金小胖呢 他已經選定了在富利敦酒店 一個晚上18萬 而且金小胖真的很厲害 他先小人後君子 他說 美國人你要幫我買單 美國人說買啦 我幫你買單 這樣會喔 侮辱到你的尊嚴耶 我請新加坡政府來買單 新加坡說好 我買單 所以他們買單啊 對 新加坡買單啊 那你一定會覺得說 欸 新加坡政府你在幹嘛 欸 你是中人呢 那你怎麼中人 每人買不收信息 都逗貪的 怎麼會這樣說 不會啦 光是現在 所有的新加坡的飯店 全部被訂滿了 因為全世界 這個四季的高峰會 有三千個記者 申請要去採訪 只是這三千個就聽到說 你要想喔 三千個記者 不是三千個記者欸 還要 我們去採訪 六千個 因為還要三千個 還要有助理啊 還要有攝影啊 對 甚至你還有很多 離離扣扣的相關的人員啊 對 所以 你要轉播啊 你要工程班啊 三千個記者 其實可能是九千人欸 沒有錯 所以 因為這樣子 新加坡 沒這麼說 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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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呢 所以 金小胖的十八萬 一個晚上十八萬的 福利敦的總統套行 新加坡 我買單喔 新加坡又夠慷慨 結果 三千個就賺回來 你不要看喔 光是現在 川普住的香格里拉 到現在 全部都訂滿了 你現在不要 不要想訂了 另外 我們說新加坡厲害 就是厲害 這個算是對 算是聖陶沙 加佩樂飯店 那加佩樂飯店 為什麼會選在聖陶沙呢 因為聖陶沙 對新加坡人來講 他有一個 他的一個 馬來語的意思 就是和平跟安寧 所以這一次的 四季高昂會 選在聖陶沙 對 有和平跟安寧的 一個意義 好 畫面上就是 加佩樂飯店 就是這一次 川金會要會面的地點 對 那新加坡要進入聖陶沙 有一個 三百八十公尺的一個 提案 那所以他在整個 保全啊 以及防護方面 非常的安全 另外 加佩樂飯店呢 因為他是 倒八型的 他是兩個像 堡壘一樣的 所以兩個 不管是川普跟金小胖 兩個人要私下見面 還是他們整個要開會來講 整個安全都沒有問題 但你說 新加坡人就是很厲害 勝利人就勝利人 馬上秀到了商機 這就是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 馬上推出什麼 推出美韓的攤牌酒 這像攤牌酒 對 每一杯九點四美金 九點四美金不是這樣而已 我 如果你們全家都來 你們要買二十杯 如果一次買二十杯的話 我還送你三個手套 三個剪刀石頭布的手套 你們可以還邊猜拳 到底是美國營 還是這個北韓營 你們一組嘛 你們那麼多人 你們要喝酒對不對 怎麼只有買一杯 一定要二十杯才可以 另外 新加坡的餐廳 開始推出什麼 這個漢堡 你不要看這個漢堡 這是用韓國泡菜做的漢堡 因為美國跟北韓的旗子插在上面 另外韓國的韓式的一些 像韓式的烤肉 現在非常的流行 另外美國的一些餐點 加韓國中間的中和體 現在很多很多很多到這個餐廳裡面 都指定一定要吃烈士這樣的 但是阿公你來的時候 春巾套餐 對 你來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帶一些記憶品回去 你不虛實此行 來 金幣 金幣 銀幣 銀幣 金幣 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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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金幣這一個金幣裡面 你可以看到兩國的國旗 然後它代表了世界和平 這個金幣多少 三萬零七百四十塊 已經給你訂好了 你買回去你就買 買一套回去 你不要看喔 這個會增值喔 你本來他們就說要開始了對不對 對 美國就發行金幣了 結果就說不 已經不完了 那金幣就說 是呀 不會不會 你知道造成搶購 造成搶購 因為萬人如果說不行 全世界只有美國有發金幣而已 所以造成搶購 所以說它新加坡 確實有夠夠做成立 我們來講到1993年的孤王會談 孤王會談我們的代表 孤王會談跟大陸是第一次 六十年以來 兩岸之間第一次的一個見面 要這樣講求兩個字 平等 本來我們剛才對 我們是住在他們的萊佛寺 萊佛寺 萊佛寺飯店 那是新加坡最久的飯店 一百三十年的飯店 我們到底要一面四百塊的美金 大陸那時候比較沒錢 他要住兩百塊 不然我剛才說到萊佛寺 整個都做了 算兩百就好了 這樣啦 大家都平等 這樣才能對等 本來要解敲萊佛寺的老闆說 來來我提供一個 那個老師來師 給你們的孤政府做 孤政府說不行了不行了 兩個代表都要解敲萊佛寺的 都要解一樣 代表平等 平等 就是那時候的 萊佛寺你看 他的最主要的宗室是什麼 隱私 你知道你如果不是 你本身裡面的住戶 連廊備都不能進去 它外面有一個花園 花園你要進去花園 還要用你的住房卡去刷 你才能夠進入花園 但是它裡面有一個 叫做Long Bar的一個酒吧 那個Long Bar 外面的人都可以進去吃 但是萊佛寺前面掛一個牌子 在1992年還掛一個牌子 人 華人 魚狗 不能進入 那你要進入酒吧怎麼辦 從另外一個側門進去 那那個Long Bar 它有一個習俗 131年沒有改變 你在那邊喝雞為酒 但你配的是什麼 當天現烤的花生米 拖刀 拖刀有拖刀 扣嘛 對 現烤的 拖刀吃吃的 你不用放在那裡 黑白的丟沒關係 丟到整個土壞 整個都花生米 好 大家盡量盡 盡量盡 那變成是他們的一個風食習慣 拖刀 去到那裡 新加坡不能賣蛋本手 蛋本手可以 只能去到那裡 好 所以新加坡人 如果這樣鬱出的時候 就去那個Long Bar 叫一個雞尾酒 整個土壞 你看整個土壞都是 丟花生殼 對啊 這樣他們覺得很趣 所以其實新加坡 這一次它舉辦這個會議 也讓新加坡可以名揚整個全球 而且也對它的觀光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 當然會創造非常非常多的外匯收入 好 緊接著小孩到來 已經帶您來關心的是 事件持續惡化 不是凶殺案 就是槍下 在今天竟然發生了 鲁童事件 這名富人抱著小女童走出巷子 準備回家 只見女童好驚恐 不敢哭也不敢鬧 因為她其實是被富人爐走 監視器拍到那個 那個富人抱走小孩子的 當時的狀況 光天化日 金船鲁童事件 就在三重這間購物廣場 4號中午12點多 一名媽媽帶著兩歲女兒來逛街 就在這一刻 媽媽去還手推車的一瞬間 短短幾秒鐘 女兒就從身邊消失 女童被掠走地點 其實距離大門口並不遠 但是為了躲避保全的視線 富人決定從後門 把女童帶走還帶回家 媽媽急著通知 保全報警 調閱廣場監視器 發現是遭一名富人 強行帶走 穿著米其上衣 被帶回警局 女童最後在富人家中 被尋獲 頭髮卻被剃得亂七八糟 然後直縮頭髮確實是有被亂剪的一個狀況 光天化日遭人擄走 頭髮還被亂剃 好在女童沒有受傷 卻也讓家長飽受驚嚇 那是一眨眼的功夫耶 她媽媽說 她只是把那個 購物商場的推車拿去還 一回頭 小孩沒去 怕死人 真的 一個小孩這樣 憑空消失 那個心有多痛耶 紅火灶 現在我覺得 今天這個手法 阿關你講的就是 我手推車放著 你一定想說 這才大車而已嘛 摸一下 這回來沒去 我想這種方法 真的太多了 還有什麼你知道嗎 還有很容易在 我想家長你真的小心聽 有時候這個都是你在舒服的地方 你覺得很安全 譬如說你在過馬路的時候 以前發生過一個什麼 那是在台北市 在士林區 過車路 媽媽本來帶著小孩子 手砍掉掉嘛 應該沒事 結果他手剛牽過去 一台歐洲馬 歐洲馬的騎士 蹲過來 要把他跑走 媽媽第一時間 你的動作一定 你一定會有反應 叫來嘛 對 先過第一關對不對 還沒完 我想你在過馬路的時候 前面有兩個人 一緩頭 我這關沒過對不對 我這關再爆 你知道這個包 這好像是集團啊 前後包夾耶 歐洲馬騎過來 Q沒有錯 我跑嘛 但是我沒有中 你媽媽一定先浪過來 你一定看 怎麼這樣 頭前兩個一環頭 把你小孩抱走 那這個前後夾急 你知道嗎 你根本的防不勝防 還好那個媽媽真的很急緊 你看到這個 又把他拉回來 把腿就跑 後來才在新聞上 跟我們講這個事情 這個手法 這是集團方案耶 這全部都是集團方案 這已經算是臨時起義行的 還有一個是佈局的 有一個 那時候在新竹的時候 有一個什麼 他專門在公園裡面找小孩 那藉口都是請你吃糖果 看起來很簡單 媽媽很容易你在公園裡面玩的時候 你在那邊可能在滑手機 或者是在跟朋友打電話 但是小孩子在那個前面玩 你摸摸一下嘛 玩一玩看 還在啊 還在啊 我告訴你頭一台 怎麼沒在啊 常常一定都是這樣 那個是最危險 這個集團他怎麼做 我跟你講他除了跟你講 小朋友要玩 跟你糖果吃嘛 一定會有一堆的人 先帶一個小孩子 先跟你的小朋友混熟 小朋友跟小朋友玩 你看到大人 媽媽一定會教嘛 你一定卸下心房 你不會有戒心 大人不要跟他走 小朋友有沒有教 常常沒有教到 你看到小朋友也要小心 他們在混混混混熟之後 又有個大人出來說 你們在幹嘛 我在跟一圈圈圈玩 那這個糖果給你吃 我們一起走好不好 旁邊小孩說 好啊 我們一起走 慘了 一頂對一照 一定跟著他跑 所以那時候 在那個公園裡面 就有好幾個媽媽 因為這樣子 一拐頭就要走 後來趕快要去找嘛 我小孩呢 我小孩呢 我跟你講 那個犯罪集團 魯童之王還在現場 你來問他 在哪裡 明明他們從憲哥這地方走 他講 往那邊啊 往那邊 媽媽就往環頭過去走 這群人全部安全的跑掉了 這種佈局 這樣可以搞一個多小時 只為了把你小孩子滷走 重頭到尾都認為 我看到嘛 就算找不到 我現在快去問嘛 他跟你說反方向 我說你小孩就不去了 還有那時候我還跑新聞之前的一年 發生一個追了 我們追了一年多的案子 在三峽 你看你最安全的就是 媽媽爸爸媽媽一定會想辦法 讓小孩子用誘援車送到家裡面嘛 當然 這更安全了吧 老師親自把你帶到家門 還把他送到你家門口 看到小朋友按門鈴 然後小朋友進去了 老師拜拜 夠安全了吧 當然 一個小孩子不見了 怎麼會 然後結果 那二十號不見 二十一號 所以老師是親眼看到他進到家裡 親眼看到小孩子 按門鈴 然後他們啪啪 門不是打開 進去裡面 後來第二天老師就接到電話 我的小孩子呢 我兒子不去了 那是兒子不去了 他兒子不去了 後來又接到恐嚇電話 你們兒子在我們家 這個就是那個時候 那個三峽英哥那個男孩子 綁架的那個事件 可是他進了家門 為什麼孩子會被爐走呢 後來呢才知道 我跟你講 歹徒就躲在那個鐵門的後面 你防不勝防啦 你真的防不勝防 所以歹徒已經先潛入他們家了 他要跟你等 等整天也沒關係 我就等你一整天 所以他就在鐵門後面 只要一叮咚 小朋友這樣 老師拜拜 不是這樣背著拜拜 門一關上 伯伯在那邊 那是家裡沒人嗎 他就往地下室跑 他一把他扔到的 嘴巴一嗚 小朋友一攔 就往地下室跑 那是把他放在車子裡面 就跑掉了 我跟你講阿官 接下來他家就接到 兩千萬的勒訴電話 兩千萬 更不堪的是 再過一天 竟然有人發現他的遺體 被撕票了 這個小朋友被撕票了 你知道為什麼 後來警察後來佈現 是因為 因為他在用公用電話打 他打公用電話 他沿路從英哥 土城 樹林 三峽 再一路打 打十幾通 我跟你講警察不是笨蛋啦 他警察就把那個 沿路的公用電話 公用電話還是追得到 把他全部線連起來 全部警方布線在這一條 公用電話線上 你一定要在那邊出沒 然後跟附近的兵人打 誰都說 你剛才看到有人 打公用電話跟我們說 跟我們說 警察結果就在這個時候 那時候三峽分局一辦這個案子 就在那個 就在那個 抓到他 他就有一個假薄 我跟你講我這個人 我很喜歡 老百姓很假薄 我想這個場所 警察的好朋友 就有人看到他在打電話 而且怪怪的 打打打打 然後神神秘秘的衝上車 這個人報案了 結果警察一調那個監視器 就調出這個鈴什麼的 他的車號 才發現這個車號 他是一個女生的 這女生的地址一調出來 阿公我跟你講 就在女童 四歲小孩子 那個消失的鐵門 他家住對面 那種他嘛 賓果嘛 一定是他 所以那時候就知道一定是他 就要登他 後來把他抓到了 抓到了 這個綁匪我看到畫面 他講的是張增鏢 對張增鏢 他就把他抓到了 後來抓到還告訴他 他還跟警察講這個手法 那時候我們才把他宣導出去 你不要以為 看著小孩進去 因為他把他 攬到車子裡頭 你知道為什麼他後來會死 他因為他放在後車廂 連放兩天 悶死的 他把他包在那個 那個 那個軍隊的那種 那個 那個黃埔大背包裡面 把它蓋起來 然後放在後車廂 因為那時候還滑天 三天 兩天 只給他喝幾滴的水 小朋友活活在後車廂 渴死 悶死 後來他還把他 用火 把它燒焦 後來你看那個標題有沒有 蒙眼被焚屍 四肢都燒斷 然後我們 我們才大概 大力的趕快宣導 拜託家長 你不要以為幼兒車安全 不要以為你小孩進門了安全 你一定要從頭到尾 最好你下來接你的小孩